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走进中兴社中国焦点面对面 我是中兴社记者王恩博 面对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国内疫情频发带来的多重考验 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4.8% 开局总体平稳 但随着一些突发因素超出预期 新的下行压力加大 近期疫情反复对中国经济影响几何 预期转弱局面能否扭转 宏观政策将如何发力 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 接受中兴社中国焦点面对面采访 对此进行权威解读 从三月份和部分地区的一些指标来看 这一轮的疫情确实是对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那么从三月份看 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下降了3.5% 服务业生产指数是有增 上一至二月份增转为下降0.9% 同时呢就是生产物流都受到疫情的这样一个影响 全社会货运量三月份当月下降到2.2% 一向发展比较快的快递业务量 当月下降到3.1% 就业压力也在加大 三月份当月的调查失业率升至5.8% 这说明这个从全国层面来看 疫情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一些受疫情影响比较冲击比较大的一些地区 经济这个波动就更加明显 例如三月份上海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是下降到4.9% 三月份基林市疫情是最重的 当月工业增加值是下降到36.7% 所以这些设计说明这个疫情冲击是比较大 那四月份呢疫情是在加重 所以一些地区的指标设计 我估计还会受到较大的冲击 但是我要说呢 尽管疫情对部分地区生产生活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和冲击 但总体上来看 这些影响应该是阶段性的 胆期的也是外在的 随着高效统促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正在效应逐步显现 疫情冲击有望逐步减弱 前期疫情压抑的经济活动也将不但释放 经济有望迎来复苏的拐点 当前呢就是基林和上海的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复工复产也在有序推进 从5月初的一些收量指标来看 有些情况也正在 曲线基地变化在好转 那么市场预期走弱 有多种因素引起的 有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交织得加的影响 也有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 共同影响的结果 但我认为工艺到底还是因为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较多 企业对投资前景看不清 所以它就往往保持观望的状态 我们常说是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所以加强预期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怎么样来稳预期 既然预期是有多种原因 多种因素叠加影响的 那就要多管齐下 长胆结合 对症下药 而且要久久围攻 特别是我觉得要顾根本 稳政策 虚困难 激活力 所谓的顾根本 就是要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如果经济大盘稳不住 经济持续下滑 那么市场预期也很难得到好转 因此要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 抓紧模划增量政策工具 扎实稳居经济大盘 稳政策 就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稳定性 约是在困难的时期 约是要保持定力 凡是看得准的 有利于经济 长期发展的方针 都要坚持 唠唠地坚持 要向市场 传递清晰稳定的政策信号 这样才有利于市场 主体 找模划 找决策 找行动 所谓说的是 虚困难就是要加大对困难市场群体 受预行冲击的行业 尤其是一些中小伙企业 要加大扶持的力度 找出台 找实施 依然之的虚空政策 要把中央已经出台的虚空政策 落实好 帮助市场主体 斗过难关 激活力 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 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创新 用确定性的改革 举措 应对不确定性的风险挑战 要让企业有更好的发展环境 让企业享受更多的改革发展的红利 前不久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全面分析研究了当前的经济形势 对于做好下一阶段的经济工作 做去了全面的部署 现在最关键的 我觉得就是要抓好政策的落实 力争取得失效 要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确保经济大盘稳定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有几点呢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 一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 动态清零的总方针 要深刻 完整全面的认识 党中央确定的 疫情方控 总方针 深刻认识抗予斗争的复杂性 艰巨性 始终保持清醒的通道 毫不动摇地坚持动态清零的总方针 坚决阻挠牢 疫情方控的屏障 坚决滚固来之不易的 疫情方控 成果 二是要加大稳增长的力度 要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 稳定经济增长 稳住宏观经济大盘 这个从历史的经验来看 往往是投资是快变量 尤其是发挥有效投资的 这个关键作用 至关重要 扩大基础设施投资 在我们国家应该还是 有十分广阔的空间 我国三级人均的基础设施 成量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 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因为人均贴路的里程 跟美国相比 我们现在不到美国的百分之三十 一些民生的基础设施 差距更大 比如教育基础设施 医疗 卫生 保健 养脑 这些基础设施 都有相当的差距 新基建更是大有可为 三是要切实稳住市场主体 从今年的情况来看 增值税流底 无疑是退税政策的 这个企业虚空政策的重头戏 事实要大力稳就业保民生 现在受疫情的影响 今年以来就业的压力在 就业的压力是在加大的 接待性失业 波差性失业现象有所增多 总量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压力 都在加大 所以对这些问题要落实落细 中央已经出台了 冤起文港的政策措施 要做好重点群体和就业人员 困难人权的帮扶救助工作 尽可能的尽最大限度的减轻 疫情对就业的冲击 五十要着力造好市场 保护稳价工作 现在这个是既是稳定经济大盘 保证经济发展安全的需要 这个也是稳定市场的物价 这个需要 尤其是要做好能源 粮食等重大的资源性 民生性的这些产品的供应 确保市场物价稳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